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看上去非常乖巧 钟翰梁钟翰梁饰演的何以琛 不知道是多少俘获了多少女孩的芳心 出了这么多年的她 几乎没有任何绯闻 不仅演技工地身后长相 也是非常阳光帅气 估计许多粉丝都不知道 其实钟翰梁早就已经结婚生子了吧 妻子是服装设计师谢义华 而且两人已经有了一个七岁大的女儿 这个消息在当时可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蔡国庆相信大家对蔡国庆都不会陌生 她可是著名的军旅歌星 在她和自己儿子参加爸爸去哪儿 之前不少人都以为她是单身贵族呢 不过 庆庆和蔡国庆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方便面发型的庆庆在当时可是圈了一大部分呢 未免也太可爱了潘伟博前一段时间 潘帅也是网传出已经结婚的消息 如果这是网友们的谣言 还是有在考证了 关键就是这个消息 从爸爸的某次演讲中不小心透露出来了 疑似女后妞是受到了网友们的身疤 还有不少网友在下面评论到潘伟博帮你拍照 陆里的好友透露道 两人在其实已经在美国登记结婚了 还有最为重要的消息就是 网友们已经怀孕了两人还被扒出了不少情侣同款 小编不禁想到 难道这个消息是真的潘伟博工作室也是否认这个传闻 但是潘伟博并没有亲口出来承认事情 有没有后续我等吃瓜群众就静静等待吧 陆寒陆寒可是一直都是被私生子问题困扰啊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网上就一直传出陆寒有私生子的谣言 这个瓜小编并不想吃可信度 并不高估计陆寒也很委屈啊 在陆寒公布和关小彤恋情的时候 明知道会对自己的人气造成影响 但还是这样做了 陆寒是这样回应的对他来说 公布了就是一种责任 不然谈恋爱还要到处躲 谣言真的给陆寒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谣言久了就会变成真的 有不少朋友就曾经开口问陆寒这件事情 场面十分尴尬 他还直言表示 如果没公布恋情自己估计就有三个私生子了 这次的首次回应这一负面新闻 还是让我们认识到了一个不一样的陆寒 对于明星隐婚生子这件事 你有什么看法呢 图片来源网络如有意义 请联系删除